首都台北的警察局长 选缺整整一星期 市长蒋万安 28号说两天内会敲定人选 时间到了 名单出鲁了吗 人选已经送召内政部 但是不是先前呼声最高的 警专校长方养宁 蒋万安没松口 加上有议员认为 十年前太阳花学运 就是方养宁下令驱离学生 让他重返北市警局 是天大笑话 而传出内政部提供的名单 另一人就是现任 警政署副署长李希和 因为警政一条边 最终人事的公布 我想这个还是 要由内政部署的机关 警局谁掌舵还没揭晓 日前保龄茶室食物中毒案 传出市府泄密 给国民党立委徐晓星一案 则有了眉目 调查发现是从媒体事务组流出 那个媒体事务组不是直属 你市长是吗 其实这个照片 在当时也有媒体 也就披露 全世界都拿到 只有台北市议员拿不到 机密 那议员你所知的 那你觉得是不是机密 那这个就是他们 相关规定的判断 无论照片是不是机密 给媒体给立委 却不给监督市府的议员 蒋万安挨红双标 却还反指议员所资 写得不够清楚 如果很明确是说 要这个照片 那依照卫生局 所以以后议员所知 都要先有通天眼 能够通灵 看到你手里面到底有拿几种资料 如果我知道你有什么 我还要跟你所知 你今天就是不敢查 你的媒体事务组里面 是谁把这个照片传给许晓芯 被市府强调保龄案相关内容 在立委开记者会对外公布前 就已经对媒体披露 绝非机密 但为什么不给议员 恐怕还是得交代清楚 否则恐怕会被贴上 藐视议会的标签 明示新闻我们明天就好 台北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明示新闻网